第八章 班主任与班级管理 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分为三节课 第一节课我们要讲一讲班级跟班级相关的管理的问题 第二节我们要讲一讲良好班级体的培养 也就是在这儿呢我们要去区分班级体和班级它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班级体重在心理的一种氛围的培养上 所以说呢我们的班级体是需要培养的 这节课当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班级体的形成与培养这个题目 最后一节课是比较重要的一节课啊 班主任工作概述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学校当中去之后呢 你不仅仅是一个教师好多情况下 你有很多机会去当班主任 而当班主任要去知道的 你具体的工作内容也好 你的工作任务也好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东西 好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一节班级与班级管理 那么这节课里边呢 考试的时候涉及到的大题并不算多 一般来说呢都是以小的理论知识来考察大家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会学到关于班级的概念 班级组织它的发展的历史 以及班级的功能是什么 那么这块内容呢以概念为重点 再来看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这个当中我们要去了解什么是班级管理 功能和目的以及它的内容 还有它的模式 在这儿这个模式呢相对来说是个重点 也就是说在考试当中往往会考到我们通常会使用哪些班级管理的模式呢 同学们应该把它把握住 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策略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二级的简答题来进行记忆 最后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到学校组织的管理 班级的概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班级是学校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 将年龄和知识程度相近的学生边班分级而形成的 有固定的人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教育单位 基本的教育单位啊 好再来看一句话说班级是学校行政体系当中最基层的正式组织 注意了在概念的这两段话当中我们需要去记两个基本 一个就是教育单位当中 或者说问到大家教育教学的单位当中 谁是最基本的单位呢 注意一定是班级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班级里边再给的拆分成小组 以小组的单位来进行教学 没有这种说法 我们通常都是以班级授课制的形式来展开我们的教学 一个老师面对的一定是整个班级 所以教学的最基本的组织是班级 那么第二句话说行政体系当中最基层的正式组织 也就是说在学校的管理体系当中 谁是最基层的组织呢 同样是班级 这是两个单选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谁最早提出班级这个词 这是文艺复兴实习出现的一个人物叫埃拉斯莫斯 那么再来看班级的特点呢 有学习性 不成熟性 教育性 以及社会性 这几个特点同学们只需要在多选题当中选出来即可 出题频率不算高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班级组织的发展 我们在这块内容里边 同学们会发现 它与我们之前学到过的班级授课制 它的发展历史非常的一致 所以说在这我们只是对它进行一个复习式的学习 首先先来看 跨米纽斯在大教学论这本书当中 它奠定了班级组织的理论基础 那么我们对应着去想班级授课制 奠定理论基础的 其实同样是跨米纽斯的大教学论 好再来看科尔巴特 他进一步设计和实施了班级教学 而在班级授课制那个位置 我们当时讲到那个知识点的时候 也是在讲 赫尔巴特呢 他对班级授课制有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就是他发展了班级授课制 当中关于四阶段教学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再来看英国导生制 英国曾经出现过著名的导生制 也叫做贝尔兰卡斯特制 他推动了班级组织的发展 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国家 采用班级授课制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呢 还是在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 而20世纪初费科举新学校之后 那么班级组织呢就开始在全国推广并且普及 基本上和班级授课制那个考点的内容是相一致的 好我们再来看班级的功能 班级的功能其实就是说班级能用来干什么呢 一般来说它有两大块功能 把它分为社会化功能和个体化功能 这个社会化功能啊 其实也就是说将我们的个体进行社会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班级能够给出一定的力量 我们来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社会化功能里边包括你看首先第一个 传递社会的价值观指导生活目标 第二个呢 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形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 教导社会生活的规范训练社会的行为方式 最后提供角色学习条件培养社会角色 其实这个班级它的好处在这里的应用 其实啊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每个的个体 放在了一个集体当中 他就更荣誉去学会如何去做一个社会人 好再来看相对应的班级的个体化功能 有四个功能 其实考试的时候呢 个体化功能出现的可能性要比社会化功能要多一些 那么在这里我们重点去记这样四个 它有诊断的功能 它有矫正的功能 它还可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什么样的需求呢 其实就是发展的需求 能够从多选题当中把它选出来就行 班级管理 在这块内容当中我们首先依然是需要去了解它的概念 班级管理呢是班主任和教师 这是主语 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 带领谁呢 带领全班学生 对班级中的各种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清楚谁来进行管理啊 是不是只有老师 很显然不是的 还有我们的学生 老师跟学生一同参与进来 这是我们现在的班级管理的理念当中所强调的 其中这个计划组织协调控制 事实上就是我们进行班级管理的一种手段 而我们的整个的班级管理是为了干什么呀 实现教育目标 所以我们说啊 我们的班级管理 等一下我们就会学习到 它的根本目的 以及它的手段 分别其实已经体现在了我们这个概念当中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 它的功能和目的分别是什么 班级管理的功能 也就是班级管理能用来干什么呢 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班级管理的功能 是有助于维持班级的秩序 形成良好的班风 我们说这个呢 是班级管理的基本功能 那么它的主要功能 是有助于实现教学目标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最后是它的最终目的 就是有助于去锻炼学生的能力 能够让他们学会自治自理 在这儿这三个啊 考试的时候 前两个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也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下主要功能和基本功能 它不一样 主要功能我们看一看 其实我们就这样去记 学生到学校里边来 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好 参与教学也好 班级管理也好 通通是为了干什么呢 还是因为我们要让学生去学文化 还是要为了促进他的学习成绩的提高 所以说啊提高学习效率 依然是我们班级管理的主要的一个功能 但是你想让学生学习好 首先就得有一个好的氛围 有一个好的秩序才可以 因此呢 良好的秩序的建设 这是班级管理的基本功能 接着我们来看班级管理的目的 根本目的 我们看怎么去表述 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 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其实同学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 这句话在我们教育学的内容当中 我们会发现它出现的次数啊 特别特别的多 每当我们提到根本目的的时候 似乎永远都是这样一句话 那么同学们就知道了 只要是我们教育教学活动展开的根本目的 提到根本目的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活动啊 课外校外的活动也好 教学活动也好 班级管理也好 只要是学校当中发生的 一定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教育目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目的 它是我们所有的教育活动的一个 总的指导方向 好再来看班级管理的主要手段 这是刚才在概念当中 我们提到的四个词 计划组织协调控制 作为多选题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忆 再来看班级管理的内容 所谓内容就是我们要管什么 你管哪些方面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是组织的建设 这个组织啊 就是人 就是班干部 班级管理的体系是怎样的 然后班级制度的管理 制度呢 我们每个班里边都有自己的班规 都有一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 这样的秩序 再来看班级教学管理 这是关于我们班级当中学生的 学习成绩 学习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那么在教学管理当中 对于教学的目标秩序 还有整个的教学方面的指挥系统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内容 而教学的质量管理呢 则是班级教学管理的一个核心 最后班级我们需要去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这儿啊 出多选题 同学们能够把它再认出来 一般来说都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班级管理的模式 这个模式啊它指的是怎么管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 这个考点的考察就比内容的考察的频率要高了 同学们要好好听 在这儿啊 我们去给同学们介绍四个模式 常规管理 就是用规章制度来管 平行管理 就是用集体与个别之间的这种差异来管 民主管理 就是用民主的这样一种氛围来管 而目标管理呢 我们会提到著名的德鲁克 就是全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 他提出的一套这样的管理体系 好 现在我们分开来看 班级常规管理 这个常规 一旦看到这个规 也就是说呢 你看规章制度 以及比如说吧 我们还能看到的 比如说学生守则 操行平定 我们需要去根据学生守则来进行 还比如我们班级内部 经常会制定一些 自己班级的一些秩序 这都是属于班级常规管理的一个部分 而平行管理呢 看到平行这个词 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人 马卡联科 马卡联科在德语那个章节里边 我们曾经提到过他 他最著名的就是关于集体教育的 集体主义教育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我们首先就应该用集体的力量 去影响一个个体 反过来才可以谈到个体来影响集体 所以说但凡看到集体教育的这种力量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想到平行管理 而班级的民主管理指的是什么呢 但凡提到民主 这个民主什么是民主啊 民主就是让本来没有权力的人开始有权力 其实也就是强调权援参与的问题 让学生能够参与其中 这是民主管理 比如说当我们看到 比如说这个班级他会实行班干部轮换制度 不是说你永远都是班长 你当一个月的班长 下个月换一个同学来当班长 这就是一种民主的制度 最后班级的目标管理 我们要提到德鲁克 同学们一定要把这个人记住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 这个目标管理啊 其实呢它是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 首先制定一个总的目标 然后把这个总的目标呢 细化到每一个小组 每一个小组会拿到自己的目标 那么小组再去细化细分 把它分到每一个人身上 使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好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目标体系 所有的人只要完成了自己那一个小部分的目标 事实上就到最后呢 我们的总目标就能够得到完成 所以说啊 我们但凡看到 有大目标小目标更小的目标组成的一个体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到德鲁克 也可以想到我们班级的目标管理 再来看一个问题 班级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近现代 或者说这些年来 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教育实践当中 我们国家常见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啊 其实就是两句话 什么呢 第一句话就是班主任对班级管理方式怎么样呢 太专断 太专断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许有人来反抗 不许有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就叫专断 那么班主任如果太专断意味着什么呢 学生就不能够提出他们的意见 学生的参与水平就一定会低 所以我们看第二句话 班级管理制度缺乏活力 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程度低 两句话都是在说一件事 那就是不民主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再接着来看啊 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 就是要建立以学生为本的 以这种理念为指导的什么呢 班级管理的一种机制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三句话 这三句话呢 它就是一种解决的办法 第一句话是说 以满足学生的发展为目的 我们首先先从我们的思想上先确定 为什么要进行班级管理呢 说到底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学生的发展呀 好 这个思想先确定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 确立学生在班级中的主体地位 就是要给学生一定的权利 要给学生一定能够让他放手去做的这样的机会 好 有了这样的机会之后 我们再来看 是不是学生就一定会去管理了呢 那很显然 学生 尤其是在我们中小学阶段的学生 他还是未成年人 他怎么就能够知道如何去做管理呢 这就是第三条 要有目的的去训练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因此啊 这三条事实上是层层递进的 那么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它当成一个二级的简答题 来进行记忆 学校组织的管理 在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只需要去把握两个考点 基本上在考试的时候呢 也就涉及到这个部分啊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考点就是 什么是学校管理的基本途径 这个问题是可以出现在单选题当中呢 那么学校管理的途径 应该有很多种 其中沟通是一个最基本的途径 那我们来看看 沟通对于学校管理来说 有几个方面的功能 它可以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 你比如说上级想要把信息传递给下级的时候 它一定是要通过开会 一定要是通过某种渠道 让下级知道这个我们的指令是什么 那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沟通 第二个呢 就是控制 第三个呢 是激励 最后呢 是情感交流 就是这四条啊 同学们去做题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在多选题当中 需要同学们能够做到在任 再看第二句话 什么是学校管理的目标和尺度 这又是一个单选题 这是第二个考点 学校绩效 那什么是学校绩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啊 它是指学校功能发挥所产生的一种实际的效果 就是它到底出不出成绩 学校管理之后我们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没有啊 是管理有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就是学校绩效 好我们现在做一道题 简单的来进行巩固 说学校管理的目标和尺度是什么 那这是咱们刚刚讲过的内容 应该是选择C选项 学校绩效 好这节课学完了 我们来进行回顾 这节课呢我们重点就是讲了什么是班级 什么是班级管理啊 这两个内容是最重要的 其中在班级这儿呢 我们要重点去学习它的概念 那么概念呢 在这有两个最基本是需要同行去把握的 教学单位当中 班级是最基本的教学单位 而行政体系当中呢 班级也是学校当中最基层的正式组织 好了 那么关于班级组织的发展 我们要知道它和班级授课制基本一致 那么再看班级管理这个部分的内容 概念这个位置 我们需要去理解的是 现代的班级管理理念 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 而我们在班级管理的模式这个部分 我们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是班级民主管理 其中也是在强调 学生一定要参与到我们班级管理的 这个方法当中去 而最后呢 我们会讲到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策略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学生的参与度太低 学生的参与度太低 那怎么办呢 就应该建立以学生为本的 这样一种管理的思想 然后呢 去确立学生他的主体的地位 并且交给学生 或者说给学生提供训练的机会 让学生能够学会自我的管理 这是整个这一节课 我们要讲的内容